嗨 各位观众朋友 大家早安啊 今天熟理气象爬爬购很不一样 因为今天我们是公益爬爬购 明天就是921 20周年 那么在这个921 20周年的前夕 我们来到南投山林溪 我们要来帮助一群在南投偏乡的 漫飞天使 也就是发展迟幻儿 那么在大自然教室当中 我们发现这群天使 他们玩得好开心好快乐 来来来 你听到什么 你听到这什么声音 太阳被云遮住了 太阳被云遮住了 可是你有没有听到一个声音 这样的声音 你知道那个是什么吗 这是什么 飞机 你知道是飞机 好棒 给你打电话 你知道 阿姨力气太大了 像飞机一个一样 这个像飞机一样 你好棒喔 你知道跟飞机一样 飞对不对 我们一起飞 瑞琪老师 我发现他们在这里玩得好开心 对 事实上我们现在让他摸这个叶子 听这个大自然的声音 可以帮助他什么 可以帮他什么 很像我们用手摸弹 就是可以训练他们的触觉 然后我们听不同的声音 可以让小朋友 训练他们用耳朵去听 另外我们拿着放大镜 可以让他们学习说 我们透过眼睛去看 当然 透过这些自然的素材 小朋友对他们会更有兴趣 所以今年我们东森传爱的公益活动 从今天开始起跑 而且今年我们扩大 包括了我还有海音主播以及香华主播 我们一起共同来响应 那么今年熟悉呢 我再度推出了2020年的年度公益桌吏 还有今年更特别的哦 因为我们有这个山林溪的动植物 手绘非常精美的这手绘海报 这样一份认捐的金额是300块钱 我们希望能够目标目到450万元 来帮助这群漫飞天使 他们自在飞翔 那么也就是包含了这个 学龄前的早疗巡回治疗费用 以及呢 这衔接课程的教育费用 总共是450万元 当然咯 希望你与我的爱心一起来合作 当然在天气上来说的话 今天南投飘了一点雨 从卫星云图我们可以看到 事实上这个17号台风塔巴已经形成 还好它距离远 对台湾的影响小 不过今明两天 在整个北上的过程 东北风明显增强了 所以今天北台湾就比较容易会下雨 中南部影响程度比较小 因此从雨区预报 我们可以看到 北部跟东北部地区 今天到明天 其实都会有雨的 甚至局部会有大雨 中南部则是山区 局部会有一些短暂震雨 另外未来这几天 北部地区 尤其今天跟明天 水气比较多 降雨时间长 空档少 甚至局部有大雨 一直要到礼拜天 降雨才会缓和 那么中南部地区影响就比较小了 阳光会露脸 但是有时候云多 就像现在这样 有点飘飘雨 至于东部地区 像是花莲台东 影响程度也是比较小 但是到了礼拜六 礼拜天就不一样了 水气就会明显增加 那么因此明天 是921的20周年 淑莉邀请大家 一起来南投山灵溪 因为明天 我们在这里 有一个爱心园游会 那么希望呢 跟着淑莉的脚步 一起来到这里 我们呢 来帮助这一群漫飞天使 同时明天也开放大家 预购认捐 熟利2020年的 公益作例哦 再把时间交还给棚内主播